俗话说没有一部登天的成功 只有一部以脚印的积累 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 就好似一部登天的成功是不存在的一样 一部登天的概率有多低呢 低到千千万万的个人中 也难以出现一个 虚许多的岁月里也能遇到一个 但这样一个极其概率的事件 它确实是发生了 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少一谷 从事实上讲 没有当过天兵 他的身先也没有太多的困难 两部直升国防部长 一天内尚未变少量 率百万大军 这样一个人完全可以写一部 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了 众和周知 俄罗斯是出了民的战斗民族 而由战斗民族组成的军队 实力自然不小觑 俄罗斯上百万的军队 这样一个彪悍的存败 却对现任的国防部长少一谷 这样一个毫无经理生涯的男人 欣赔有加 这无意是证明了少一谷 有他的过人之处的 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杀法果断 做事坚决 高瞻援助 每一步求下的恰到好处 面对实力强劲的敌人 他有坚决 没有丝毫的退步 这才正是面对军事实力强烫的美国 俄罗斯依旧可以完美维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少一谷 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军力生活 但他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也了解士兵们的真实想法 他用自己的能力 将漏洞百出的国防建设 正经营水火之中 他非常被动的局面 力挽狂澜 掌握了主动权 也因此深入普京的信任 苏宇云英雄不问出处